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进到iPhone基础教学的第二集 我们今天会针对iPhone的App进行教学 那在上部影片里面 我们已经大致介绍过iPhone的桌面 以及一些基础的操作 那我们今天就是会介绍像是 形式力或是背包等等非常好用的内建功能 那我个人使用iPhone这几年下来 我发现它的内建App其实非常的好用 就是今天介绍完之后 大家会发现它的版面非常的简洁 而且功能简单到不行 但也因为如此 它变得非常的好上手 而且习惯了之后 你就不太会想要去用第三方的App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第一个App吧 第一个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形式力这款App 就是在左下角的这一款 首先我们进到形式力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排版 那其实形式力它有几种排版 那我最常用的是这一种 就是它上面是阅历 然后下面是行程 那我可以随时跳到不同的日期 去看我哪一天有哪些行程 那如果你的排版跟我不一样的话 你可以先按到上一层 按到年份之后呢 我们再点到月份里面 点到月份里面之后呢 你就是按这个按钮 它就可以切换日历跟不同的排版 那再来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来新增行程了 例如说我在下个礼拜一 有一件事情的话呢 我就是先点到那个日期 然后按右上角的加号 例如说我那天要跟家人吃饭 再来我们就可以选择详细的时间 例如说下午8点 那结束的时间你可以设定 也可以不用设定 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从来都没有在设定 结束时间的 然后再来你会看到有一个重复的选项 就是当你今天这项行程 它是会固定重复 例如说每个礼拜一次啊 每个月一次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择重复 例如说你现在在上日文课 或是体育课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这边设定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那接下来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提示的选项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这边你就可以去选择说 你希望手机在多久之前提醒你 这个行程快要发生了 例如说一天前啊 或者是半个小时前都可以 那你设定完 例如说半个小时前的话呢 你还可以再设定第二个提示 那第二个提示 你也可以设定在任何的时间 不管你是要一天前 或是两天前之类的 都OK的 那我个人是还蛮依赖这个功能的 因为有时候事情太多 你一定会忘记一些事情 那它提醒你之后 你就会回想起来说 我可能隔天要跟朋友吃饭之类的 所以记得呢 行事必一定要把这个提示设定起来哦 设定完毕之后呢 按下右上角加入 这样子它就会出现在你的行事里上面了 然后呢 手机也会在你设定的提示时间 提醒你说你哪天有哪些事情 这样子 那假设我们刚才在设定的时候呢 我先设定了重复 然后又设定了提示的话呢 例如说我每周都要上一次日文课 那它就会固定在上日文课的 例如说前一天提醒我 说我隔天要上课这样子 那如果要删掉这个事件 你就是长按它 然后这边就会有一个删除了 那这个是最基本新增形成的方法 那你也可以在上面加入一些更详细的资讯哦 就是在标题的下面呢 它有一个地点栏 你就可以在这边新增你的地址 就是我搜寻鼎泰夫 然后我就可以加入这间餐厅 那最下面这边还会有一个 可以填入网址跟附注的栏位哦 在这边你就可以加上 任何有关这项行程的资讯 不管它是一个网址还是档案啊 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填进来 就是我今天新增这个网址好了 我就可以把它加上来 完成之后呢就按右上角的完成 那这样子之后 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刑事例上面 那你要查看更详细的资讯 你就可以点进去 看你刚才新增的东西哦 那更进阶一点用法 你还可以加入联络人 让他可以看到这项行程 就是在邀请对象这边 你就可以去找一个你的联络人 就是说我这边新增了一个联络人 好按完成 那对方收到之后呢 他就会出现在 刑事例的右下角有一个收件夹 它就会出现在这个收件夹里面 然后大家看到呢 这边就会有一个接受拒绝等等的按钮 你就可以选择要不要加入你的刑事例哦 那虽然这个刑事例它的功能 看起来并没有非常的多 但是我自己已经使用非常久了 我觉得非常好用 那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呢 就是因为这个刑事 它其实是绑email的 就是我们按到中间的这个刑事例里面 你会看到这边呢 会有依照不同的email 分出不同的刑事例 那假设我跟同事一起新增了一个email 我们就可以共同编辑这个刑事例 然后看到上面的行程了 那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到备忘录的部分 就是左上角的这个备忘录 进来备忘录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界面 就是左上角这边呢 有一个档案夹的按钮 点进去你就会看到所有的分类 还有标签 那大家点进来都会看到有一个iCall的标示 因为我们的备忘录 它就是会同步iCall 也就是说你其他的装置 像是电脑或是iPad 都会同步你所有的备忘录 所以你在哪一个装置新增了哪一则备忘录 你都会在另外一个装置上面 立刻看到这一则备忘录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个人就非常常在电脑上面 先打好备忘录 然后可能在手机上面 可以接着看啊 或是接着修改 然后下面呢 还有这个标签的栏位 那标签呢 就是可以让你快速的找到 文章跟文章之间的关联性 就是例如说 我过去做了很多iOS相关的主题的话呢 我就是可以按这个标签 立刻找到我哪几篇文章里面 有提到iOS之类的 那大家看到这个分类的项目呢 其实我个人是不太常用到分类的 我都是全部都放在所有iCloud里面 因为我觉得它的搜寻功能非常的好用 搜寻功能就是我今天点进来 然后往往下滑 这边就会有个搜寻栏位 有没有 我要搜寻任何的内容 我就是直接打在上面 例如说我想要搜寻iOS16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输入在上面 它就会把所有有提到iOS16相关的文章 全部都列出来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参考 所以我不太常用到标签跟分类就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它的搜寻功能已经非常好用了 当然有些人会希望说 它的文章都是有分门别类 然后可以一目了然的话呢 就是可以善用这个资料夹跟标签的功能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要如何新增备忘录 就是我们今天选到你要的资料夹 那我个人是没有在用资料夹 所以我都是在搜iCloud里面 按右下角这个新增文章的标志 然后这边就可以开始输入你的内容 比如说影片的大纲或草稿 我全部都是用备忘录来写的 也没有在管排版啊什么的 就是直接把文字输入进去 那事后 例如说我要把它转成Word的档案 或者是PDF档的话呢 我就会再用电脑上面的Pages 把它转成比较专业的档案 那大家会看到它的界面还有功能 其实是非常阳春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功能啊 就是只有下面这一排功能列表 例如说选择一些字型 然后你可以新增这个checklist 例如说我要新增一个旅行用品的检查清单的话呢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按钮 这样子就可以快速做出一个检查清单了 然后你今天要使用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直接上面打勾 非常的方便 然后这边呢可以加入照片啊 或是拍摄照片 那这边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 叫做扫描文件 例如说你今天要把你的文件 扫成PDF档 或是线上文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扫描文件 那其实扫描文件这个功能 并不只有在A5里面可以使用 你也可以在档案里面 在档案这边按右上角 这边就会有一个扫描文件 那为什么这两个APP 都会有扫描文件的功能 那到底是差在哪里呢 首先储存的地方不一样 就是你今天在档案的APP里面 扫描的文件 它就会储存到档案里面 那你在备忘录里面 扫描的文件就会储存到备忘录里 所以我个人呢 扫描文件的时候都会使用档案这个APP 因为我后续想要汇出什么的 我就不用再另外存档啊什么的 所以就是推荐大家 如果要扫描文件 可以使用档案这款APP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备忘录 那备忘录这边呢 最后还有一个笔状的工具 它这边就是可以画图 那这边有不同的工具 你可以自己进来选 然后这边呢还可以加入签名档之类的 就是当你今天在备忘录里面 你如果有一些文件要签署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功能按 然后再来非常重要的就是分享文件 就是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分享键 然后里面呢它就会给你不同的选项 例如说你要用LINE来传送这个备忘录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点选不同的对话视窗 然后把它传送出去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右上角的这个表单 这个表单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有这个锁定的功能 那锁定的话就是当你今天这个备忘录里面 有一些重要资讯 你不希望别人随便看到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锁起来 那锁起来之后呢 你可以用密码或是Face ID来解锁 那再来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中间这个选定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它固定在备忘录的最上方 你就是随时点进来都会看到这一则备忘录 这样子例如说我现在选定它 然后回到上一页它就会出现在最上面这边 那你就是可以把一些很常用到的重要资讯 把它选定起来 那你点进备忘录就可以随时查看了 它就是这一间APP的部分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相机跟相簿的部分 那因为相机跟相簿的功能真的是太多 所以我们之前有另外做了一部影片 大家可以去参考上一部影片 我会把连结放在右上角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第三方APP的使用 那我们iPhone上面要下载APP呢 都是从这个App Store下载 点进去 那这边它可能会要你输入iCloud的账号或密码 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自己的账号跟密码 我忘记的话会真的还蛮麻烦的 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会需要购买啊 或是订阅一些APP的话 你要在哪里看到你曾经的购买项目呢 首先我们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头像 然后里面呢就会有一个iCloud项目跟订阅项目 就是说我来看一下我的订阅项目 里面就会把所有你订阅的APP都显示出来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取消订阅的话 你就可以点进去 然后这边按取消订阅就OK了 那另外一个不同的项目叫做iCloud项目 它这个是买断的意思 那订阅它可能是一个月啊或一年要付一次钱 但是iCloud的话呢 就是这一辈子只要付一次钱 你就可以永久的使用这一款APP 它就是一个买断的状态了 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选择文字这件事情 因为我发现有一些使用者 他在iPhone上面选择文字是有一些困难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选择文字跟复制你要的段落呢 首先呢我们先长按你要复制的文字 然后例如说在Line里面呢就有不一样的介面 它上面就会给你两个选项 一个叫复制 一个叫选择并复制 复制的话就是复制全部的文字嘛 那选择并复制就是你可以挑里面的文字来选择 例如说我按第二个 然后这边它会出现上下两个蓝色的把手 那你就去把它移到你想要复制的地方 例如说我想要复制中间的这三点的话呢 我就是把下面的把手把它划到上面来 然后你会发现你划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放大的框框 这个放大的镜 它就是让你看清楚说你现在到底复制到哪个地方 然后呢把上面的把手划下来 这样子就可以部分选择文字了 然后按拷贝 那例如说今天在Safari里面 你要复制部分的文字的话呢 一样就是先长按 它会出现上下两个蓝色的点点 那你就是去把下面的这个点点移到 你要复制的终点 例如说这边 然后呢上面的把手就移到开头 有没有那个放大镜就出现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因为这两个把手其实蛮小的 所以有些人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就是多练习就OK了 那选择完毕之后 你就可以拷贝啊 或是直接查询这个文字 我个人非常常用到的是 后面的这个搜寻网页 就是例如说我今天不懂哪一件事情 然后我想要把它选起来 直接搜寻网页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搜寻网页的按钮 那再下一个呢 我想要提到的是如何在iPhone上面放大 介面以及文字 首先我们先进到设定里面 那要放大文字呢 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在这个 萤幕显示与亮度里面 这边会有一个文字大小 那这边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最大 那回到上一页 这边还有一个粗体文字 你也可以把它选起来 那除了这边之外 如果你想要放到更大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在辅助使用里面 辅助使用就是在 萤幕显示的下面这边 这边里面一样有一个显示与文字大小 点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放大文字 这边就会多一个选项 叫做更大的字体大小 你就可以再把它放到超级大 那我觉得这个选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因为毕竟有一些年长者 可能他们老化年中的话呢 这真的会帮他很多忙 然后这样选择完之后呢 你的LINE文字也会变得非常的大 然后文字变大了 可是LINE里面没有办法真的放得非常的大 那这就是没有办法 好 那我们今天介绍iPhone的那一件App 使用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想要看怎样的App 或是使用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另外呢 我们频道已经开启了频道会员的项目 如果大家想要透过加入会员 来支持我们的频道营运的话呢 可以点选我头像旁边的加入按键 点进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选择一个方案来加入会员啰 影片最后呢 那也记得要分享这部影片给你周遭最近换iPhone的朋友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